00后都开始回忆童年了 你还记得兔年顶呱呱吗 这是喜慧的第三部贺岁大电影 没想到已经过去12年了 看过这部电影的你们 是否也变成了无聊的大人了呢 在12年前的兔年春节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就是灰树和小红的故事了 他们在一起的原因 最初竟然只是因为一份蛋炒饭 可随着故事的发展 老婆红太郎怀孕 小灰灰逐渐长大 自己因为老是抓不到羊 而被开除狼子 甚至连狼宝都遭到强拆 种种生活压力 让灰太郎心力憔悴 所以后续苦瓜大王 发现灰树的眼泪里 伤心苦 离别苦 焦虑苦 后悔苦 压力苦 是全天下最苦的东西 于是他抓住灰树 折磨他 让他流下眼泪 以提升月球的苦度 还好后面灰树看到家人们 为了解救他而不断努力 终于流下了幸福和感动的眼泪 由此 月球的甜度上升 苦瓜大王也变成了小甜甜 可也有人说 虽然苦瓜大王变成了小甜甜 可我们却变成了苦瓜大王 拜托 你哪里是苦瓜大王哦 人家有一堆小弟 有飞船 有实力 我们顶多算是一个苦瓜兵好吧 其实多年后再重新看这部电影 能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整个生肖系列中 沉上旗下的一部作品 整个电影都围绕着情感这个主题 只有尝过苦 才会珍惜甜 生肖已经转了一轮 你是否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大人了呢 洗灰的生肖电影系列 当年觉得一定会播完 虽然最后只播到第七部 可七部作品都有各自的闪光点 他们曾是我的童年 曾是我们的童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明亮代表我的心 梦想是甜蜜蜜 追寻的路永不完